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几乎对其向乌方提供的武器的实际去向一无所知 尽管美方派遣了武器核查人员 但截至目前美国提供给乌军的2.2万套需要特别监察的武器中 能明确去向的只有大约10% 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美方核查人员本应追踪包括毒刺防空导弹 标枪反坦克导弹在内的约2.2万套高危武器运抵乌克兰之后的去向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绝大部分核查工作都由乌方进行 美国核查人员只进行了两次面对面的核对 亲自确认去向的武器仅占抵乌武器总量的约10% 其中还不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大型武器系统 报道称 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 他们只能期望乌克兰对美国监管规定的遵守达到合理水平 因为他们从乌军方面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担保 较早前 国际刑警组织曾警告说 提供给乌克兰的外国武器可能落入欧洲犯罪分子之手 自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来 已经有多家媒体曝光过美国抵乌武器下落不明的事件 据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 美国在近几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但几乎对其踪迹一无所知 早在今年4月 就有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 美国提供给乌军的武器 一旦抵达乌方境内就如同进入黑洞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曾在8月援引一家武器商的话爆料称 美国提供给乌方的武器仅有约30%能真正到达乌军手中 俄罗斯外交部10月曾表示 每个月从乌克兰流入犯罪分子 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手中的武器价值高达10亿美元 俄罗斯外交部10月